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 另外我们历来参加过好几次中文大赛 而且非常幸运 我们的学生表现非常出色 每次都得奖 而且每次都有一顿奖 因为参加的人数现在非常多 超过500万 600万 有的时候超过700万人 全球性的 所以我对大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所以我们想借这个机会 就是说来推动中文教学 同时就是说鼓励大家在写作方面 有一个更大的提高 也是一种互相学习的很好的机会 我们这个作文大赛 今年是我们加拿大赛去的第二场 但实际上在国内好像已经举办很多年了 十三次 十三次 十三这个名字不好听 但是一直那么回事 两千年开始的 对 两千年开始的 对 那他的这个主旨是 主要是想怎么样去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吗 他们为什么要承办这样一个活动 承办呢 那我想是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规模的 是中央电视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还有这个快乐作文的 还有这个 就他们具体负责 那么还有包括中国桥连啊 还有好几个组织 他们来一起来就是说主办 那么通过这个方式呢 就是说来通过这个活动的 我们来推广这个中文教学 中文的写作 那么所以呢 对于这几年来 对大家的鼓励呢 我相信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听说我们这个作文的大赛 好像是两千年开始举办 一直都是在国内 好像就真是涉及到海外的 可以去做这种分赛区的 好像我们加拿大是第二个 比较少的是吧 很少很少 所以我们非常幸运 受到他们 他们主委会的信任 和委托 所以呢 我们这个 所以我们有信心 把这个经验的 要搞得更好 因为我们 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 这个我们会改进 扩大范围 而且呢 把这个质量方面的 都我相信 都会有所提 去年是怎么样的一个赛况 去年的情况呢 我们的 我们总的情况是很好 因为第一次 就是我们得了三登奖 也有好几个 二登奖也有 一登奖也有 还包括第一次 我们得到的特登奖 哇哦 所以很少有的 那么今年呢 我们希望呢 把这个范围呢 扩大 就是说我们 在这个原有的基础上呢 就是特别是 扩大到 除了多伦多地区之外的 这个其他地区 包括温哥华 加加利 还有蒙特利尔等等地区 我们希望呢 更多的华人子弟 来参与这样的这项活动 这样的话呢 对于我们的中文教学 都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一个很好的普及和提高 刚才您说到 我们这个去年 加拿大赛区的成绩 有三登奖 二登奖 一登奖 甚至有特登奖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挺难得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可以说 如果是在大陆 有那么多这种全国的名校 有那么多尖子的学生 他们的写作水平都很了得 因为他们一直在国内 接受这种很传统的 学习渐进的中文教育 但是呢 到了加拿大以后 很多小孩子 他们是学英文 甚至可能都没有回过中国 完全是凭着父母 日常的对他们这种 比如说业余的培训 或者说到一些中文学校培训 如果他们还能有这样的水平 我觉得真的是很了不得 对 所以我们感到 也是一个很大的鼓 那么对孩子们 对学生家长 对老师 都是一个相当好的机会 鼓励大家把中文学好 那如果我们 比如说上届 没有能够参与到 这个活动中的朋友 这一届想去参与的话 怎么报名呢 报名就是 跟我们宣传方面的联系人 电话 有邮件等等都可以 因为可以直接发电子邮件 也可以就是说通过这个按照要求 就用书面的形式的打印的方式 就是说都可以的 报名的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3月1号到4月3号 就是今天开始 今天开始 一直到4月底 4月底 对 就是说两个月的时间 从今天开始 一直到4月两个月的时间 都可以报名 都可以报名 可以通过电话报名 对吧 可以通过网络报名 那我想知道说在报名之后 大家比如说4月底以后 就可以开始写作文了 是吗 对 在这个之前 就是报名 报了名以后 就是事实上 就是报名跟那个习作 就是在同步的 那好 那我们想请教一下 这一届我们的这个命题是什么 是跟比如说北京的总的这个组委会命题是一样的吗 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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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这个命题呢 我们根据我们的经验来看起来呢 就是大同小异 因为主要是让学生呢 写自己熟悉的生活 写自己的理想 对将来的追求 对绿色生活的保护环境 环保等等都可以 这些方面呢 我认为比较灵活 那么所以呢 从命题方面来讲 我想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 不是硬性规定的 所以命题还是很宽泛的 对 比较宽松的 就只要写你自己一个真实的生活就可以了 它的题目是快乐作文 所以呢 写大家高兴的事情 当然了 也不是绝对的 有些印象特别深的 其他的方面的 也跟他们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这也包括这里 那您觉得 以您的经验来说 我们这个 比如说我们海外的 这些华人的子弟 他们写的这个文章 和国内的孩子相比 他们的优势是什么 您觉得是风格上的不同吗 还是他们所描述的事物 会比较新鲜一些 因为有这种国内的特色 提得很好 这个因为孩子们在这里长大的 所以呢 他们的思想啊 各方面来讲的比较活泼 那么跟那个国内的 是有许多地方 是更灵活一些 不一样的 更灵活一些 那么因为 你也知道 有些呢 是 开始的时候在中国啊 在大陆啊 在台湾啊 在香港 这个学的中文 但是后来呢 就是说 跟着父母过来的 这是 这是比较多的 那么还有一批呢 就是 就是说 就在加拿大出生的 这是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他们的 主要是 他们自己的努力 当然了 父母的关心 教育 对很多小孩 我们觉得说 哇 他如果能说中文 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 如果还能把它写 而且写得很流畅 有问题 那真的是不容易 确实是 我以为他们的这个成绩 感到非常非常骄傲 所以 所以呢 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活动呢 进一步推广 而且扩大 所以呢 这个我认为 个人认为 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 那我们在这儿 我们也请这个 这个代会讲来 给我们电视机前的 这些家长们 鼓鼓劲儿 说一句话 因为我想 可能很多家长就想 哎呀 我的小孩在这儿 就像我刚才说的 怎么能够跟国内的学生 去竞争呢 其实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哦 我想这个家长呢 这个 首先要感谢家长 家长呢 把孩子们送到学校里面 但是呢 我希望呢 在家里呢 继续鼓励他们 有时候呢 需要帮忙 那么还有呢 创造一些条件 中文环境 对 中文环境 那么比方说 有关中国的文化历史啊 跟他们讲一些故事啊 有些卡通片啊 或者有些有关的 这个成语故事啊 假如当然有条件的话 送他们去中国 去看看 参观一下 也可以 是 好 非常感谢这个 代会长 跟我们介绍这么多啊 以前我们都说 学好数理化 走遍全天下 现在呢 随着这个中国 在国际社会的这个地位 日益的提高 其实很多人 尤其是一些 在西方国家生活的人 都意识到 学好中文 才真是能够 走遍天下 走遍天下 完全同意 对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 也倡导这些 电视机前的家长朋友们 如果在您这个 课余时间 有条件的情况下 不妨呢 还是把您身边的 这个孩子的中文抓一抓 让他们不要忘了 其实这还是 我们文化的一个根嘛 对不对 好 谢谢大伙长来 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您 我们听到广告 一会再回来 好 谢谢您 谢谢